我们是平坦内地 我们要一起发财 我们要一起发财 我们要一马单线 熊壮的队伍 洪亮的队呼 这时由新电行道会举办的男士特会 号称勇士联 日前在宜兰举行 年龄横跨老中青三代 活动现场超过百位的男士 挑战体能的极限 考验团队默契 全场充满阳刚气息 男人他是很憋在里头 所以怎么样帮助他们 教会要教导男人 第一个怎么样交朋友 第二个给他环境去交朋友 第三个鼓励他们建立 那种所谓的生死盟的团队 我们当然有一些的闯关是 他们要彼此想办法去过一些的关卡 那就是要彼此的信任 然后彼此的帮助 然后要彼此的讨论 我们借由这个的机会 让这些的关卡 还有他们也会带出一些的思想 就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够完成 那我有什么样子的软弱 所以藉由这些的关卡 让他们能够有一些的检讨 有一些讨论 活动包含主法比赛 攀高墙丢铜锣 以及静态的小组讨论 透过互助合作 不仅促进教会弟兄间的情感交流 也彼此成全培养出革命情感 一张 YES 哈哈哈 快快快快 耶 挥翔在我当兵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 然后今天就是重温那种当兵那种 生死与共那种共患难的感觉 弟兄可以分享他们自己内心 就是可能不敢告诉人家的事情 然后借由这个活动 就是大家能够更彼此的紧密的就是鼓励 大家要相信彼此就是 我们一定可以过 然后我们不要恐惧 我们就是一个勇士典 我们要一起来突破这个难关 那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突破 男人我们常常背负了一些的重担 是我们不敢让人家知道的 我们有一个木板 他们一整天要背着 把它写在这上面 就把这所有的一切 我们会摆在萤火里头 一起就交给上帝 在萤火晚会里 弟兄将一块木板丢进火堆中 上头写着自己的软弱彷徨的心情 象征将身上的重担交托给神 在两天的特会相处后 教会弟兄间的情依与默契 再次应诊圣经上说 弟兄和木同居是何等的美善